观众朋友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 我们向大家介绍比赛的情况 您现在看到这是男主比零 现在是刘国梁发球 这两人学生都是19岁 那他们在这次 现在是8比3 现在8比3 刘国梁发球得分 9比3 这一个共同特点前三板都是非常好 现在发球 发球连续得分 强攻一板 这就是发球强攻 孔林辉这个队员确实技术比较权密 而且打得比较稳定 刘国梁接发球强攻 侧身 比15 现在孔林辉发球12比15 走 13比15 反派的这个弱体 拉一反弧圈 方言辉拉一反弧圈 也有呢 这种这个 弧圈结合快攻 另外呢 还有打消球的冰冲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 他们战胜了不少世界的名将 再攻一板 21比17 好了 第二局比赛开始 我们现在来接下来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现在比赛继续进行 现在是孔林辉发球 孔林辉发球以后再强攻 二比零 这就是发球抢攻 现在孔林辉发球 现在三比零 刺身 四比零 正手抢攻一万 15平 现在15平 现在孔林辉发球 这是第二局比赛 孔林辉先看了一下对方 然后发一个抢球 这时候给对方的脚上 大家这是冰冯军的比赛里边 16比20 刘良先发球 刘良现在落后四分 推党球出现 过往1比3 流量先搓一板 然后现在挂发球 现在流量发球四比 流量发球以后呢 先搓一板 然后反手 现在没办法侧身 所以反手再踢挡 流量发球 侧身抢弓 第二板 这就是发球抢弓 太擦这球台上的汗 然后继续比赛 发球正手拉一板扶圈 比起现在孔林辉发球三比七 进发球抢弓 一个是落点变化 一个旋转的变化 又抢弓一板 在激烈的比赛里面 确实很辛苦 他们在上午的比赛里面 进行男子三胆半决赛 现在没有进行决赛 在这之前呢 他们是过关斩将 创续会再在一分 11比12 流量发球12比13 流量发球 这时大家看的苦灵飞 就是不让他抢弓 19岁他们在世界大赛里面 得到锻炼 对于以后的这个比赛 那就是非常有益的 流量的赛球是全世界 对于以后的这个比赛 对于以后的这个比赛 对于以后的比赛 现在是10比6 现在孔零辉领先交换了场面 现在孔零辉领先 孔零辉这样领先6分了 现在孔零辉发球以后 这对方激发球在强攻 孔零辉在回球时逐球界 12比7 现在换发球 现在7比13 刘良发球 刘良发球以后 反扰再推 刘良发球以后